中文字幕 李宗盛 忘記錄了 不要緊 冷靜點 通常案內鎖 一聲馬斯爹 歡迎光臨來到我們通常案內鎖 你好 你好 今天非常準時 是呀 因為我知道是Yen Ting 我知道你今天是來派新歌 所以我們不如馬上來 第一個環節 The Box 經理 待會你帶你的耳筒 聽聽經理在箱裏製作什麼聲音 你猜猜那個是什麼物件 經理 準備好了嗎 Let's go 好 好 喂 你看他在招手指弓 不對 有些東西是滾滾滾滾滾 為何他的樣子可以這麼標準 我真的在認真地聽 我也在認真地看 我真的想不到 究竟是什麼 這是什麼 有沒有提示 下個環節 真的適合鼻子 眼耳口鼻子 好 不如你簡介一下 開網成為一位全方位的藝人 一直作多方面的嘗試 游走於幕前幕後不同崗位 發揮所長的周恩婷 Yen Ting 今年專注在歌唱事業 以及今次宣傳的歌系 Want 那我想問一下 是 首歌是說什麼 很老套地說 男人不壞 女人不愛 這首歌的故事當然是說 一個男生 她不敢去追女生 然後很多時候 我應該怎樣呢 很有禮貌 最後通常 女生就被那些頑皮的人追了 好像中學 那些飛仔會 整天認識所有女生 那我就拿了這個概念 就寫了這首歌 在音樂影片 大家都會看到 我想說一個性感 其實在音樂影片 大家會看到我 作為一個紋身師 畫一雙眼 然後我去到拍攝的時候 無論是女主角和男主角 都是有一個眼神的對望 其實我稱這個為 The moment of suspension 就是你看一個女生的時候 你觸電那一下 就是眼和眼接觸的那一刻 所以其實在這件事的 intimacy裡面 就是我們眼神對望之後 而且我覺得紋身是一個很個人的東西 因為是刺入皮膚 進了身體裡 這個人你認識 你不認識 而當你去到一個很近距離的時候 如果是一個你喜歡的女生或男生 你都會有一種拉鋸的感覺 想想如果你喜歡的那個人 是被人聞那個 或者你是在聞那個 你當中如果你要聞那個 那個tension會爆炸 所以其實Wan這首歌 在我寫的時候 我已經的口子就覺得 我應該是用這個去呈現 男人不壞 女人不艱 那你是什麼壞的男人 我覺得我是一個正常的男人 你剛才說的 我在中學就是很乖的 追不到女生 多數的女同學都是喜歡這些壞男生 其實我是不是很夠膽的 中學的時候 經常覺得那個女生不錯 但是沒有那個膽量 我亦都覺得有時候男生太乖 是真的沒有那個吸引力的 其實女生是真的會喜歡偏向一些 我們稱為Chaos的一件事 為什麼女生有時候會喜歡壞男孩 就是很隨便 我之前看過一本書 叫做A Brilliant Wicked Thoughts 這是Google Engineer寫的一些書 究竟在網上大家在搜尋什麼 三級片 男士搜尋通常都是影像畫像 而女生是搜尋文字文章 例如言情小說 然後她又發覺 在這些言情小說裡面 有幾個模式 這幾個主角 通常女生都是一個乖的女生 心理善良 沒有太多想法 但是她會遇到一個 通常的主角是什麼 Vampire Werewolf Surgeon 就是做手術 Pirate 海盜 還有Billionaire 億萬富豪 那你會發覺 這些就是Twilight 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Fifty Shades of Grey 原來這是女生投射出來的某些東西 但是這幾個的共通點是什麼 在這個故事裡面 遇到這群人之後 他們會掛蟲獎 深深地 他們是要找最強的人和他繁殖 下一代 那何謂最強 You need a certain level of aggression A certain level of dominance hierarchy 我最近就是看了National Geographic 一個黑猩猩 Champagne Sea的Document 沒錯 聽說你由音樂創作到MV 都是自己一手去包包 沒錯 那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你什麼都吃 十五歲的時候 我就說 我很想做歌手 我自己去學不同的樂器 去學唱歌 但去到我讀完中學之後 我就心想 OK 我要入音樂系 我去到音樂系的audition 一進去全部都是鋼琴 幾多級 演奏級 然後就進不去音樂系 最接近的是什麼呢 就是電影系 也有multitrack recording 也有live sound 我進去了 其實所有東西都是講故事 只是我如果用音樂 我是透過聽覺去講故事 如果透過影像的話 電影就是影像的故事 而文字就是寫作的故事 而當我有這樣的能力 去還原這個我覺得的時候 我會盡希望做到 因為其實在我寫那首歌的時候 我經常都說 我一聽到旋律 我已經看到音樂 是你們未看的 所以我一定要拍出來給你們看 其實你也是的 又是自己寫歌 又是自己拍攝的 是啊 這麼大分別的 你試試坐在旁邊看看 是不是真的差很遠 大家都是自己作歌 大家都是自己拍MV 是嗎 你想講英文嗎 是 你給我一些英文 你這陣子在音樂上做什麼 我現在其實都在籌備一個 concert 是一個音樂concert 看看那個concert是怎樣 你回來吧 這是一個小遊戲 兩個truth and a lie 說三樣自己的東西 然後我和經理就猜到是真的還是假的 你有沒有想到 第一 我是軍人 第二 我是一個毒L 第三 我中過槍 有兩個是真一個是假的 我覺得 但是他軍人和中過槍 可以嗎 軍人不一定中槍的 對 不是入職的必需條件 我猜 軍人我相信是真的 因為我知道他在新加坡大 所以應該是要做軍人的 沒錯 然後讀L 我見他這次回來香港之後 和那麼多讀L一起合作 例如JFD那些 應該他都是讀L 我猜 我唯有希望的就是 他沒有中過槍 你覺得呢 那我應該和你一樣 咦 跟風的 不是 應該沒有中過槍 我沒有中過槍 OK 非常厲害 上天會被我的Yenping大哥中槍 哈哈 很有型 那如果我是軍人 那如果我是軍人 那我是甚麼部門 在你小學四年班的時候 已經看見你成績 沒錯 你的成績好 你就可以選擇到你自己想做的軍 那多數的人 例如真的讀書好 他正常又不想做這些 好像我的同學 他選了資源部 給你兩支水 給A科指 如果他是怎樣篩選 你從小到大你的成績 然後看看你有沒有代表過 你的運動 可能代表新加坡去參賽 代表到你可以承受某程度的訓練 然後你有discipline 可以去到那個level 然後就看看你是不是有任何 Leadership的東西 一步一步去到 你有沒有學習 即你的IQ 到他臨入午前 他就會做一些test 例如IQ測試 然後你的 mental fortitude 他會問你心理測驗 心理質素 你怕不怕高 怕不怕海 多一些圖案去看你屬於哪個部隊 但為何你會說自己一個毒L 其實當時在新加坡長大 然後又不懂得說話 去到只說廣東話 其實沒有什麼朋友 然後每天都被人複製 然後你在哪裡可以找到友情 勇氣 愛情 所有東西 就是透過漫畫 這個對我來說 這個成長過程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想我自己以前小時候 可能打球都會想的是聖龍符 但是我想就是 南尼當入津 在大結局的時候 他們對著這個三黃工業 雖然沒有贏到總決賽 沒錯 但是原來贏和輸不要緊 是盡力令人最喜悅 沒有錯 沒有錯 我想問一下 為何之前會這麼大膽 邀請JFT一起合唱 很搞笑的 回來之後 出了一首歌叫意外現場 然後不斷在想 有什麼單位可以一起合作 話說那期 我本來真的有聽他們的節目 然後是阿雞翼的其中一集 有一位女士很憤怒地 不斷在這裡轟炸 我覺得挺正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跟別人分享 聊天 他們又算是其中一個 我覺得少有long form的podcast 我就覺得不如跟他們一起玩 上去其實本來沒有想過唱歌 只是說一起去說一首歌 聊聊聊 但在當中的分享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vibe很棒 像是打遊戲 又聊天 好像中學 因為我從來沒有PS 我玩PS是怎樣 去朋友家 我就去到別人家裡 打遊戲 所以我覺得整件事很棒 很真 我就覺得不如一起唱一首歌 你知道他們有經常唱歌 製造了JFYT的意外現場 然後甚至乎我們出去做一些live show 叫做炒車現場 因為我們炒了 但是很好玩 整件事就是 你當一群朋友中學亂來 沒有那麼多枷鎖 真的比起我覺得你這次重新回來再出發的時候 跟我以前對你的印象真的差很遠 當然 即是覺得原來你是這麼搞笑的 原來你是這麼可以玩的 謝謝 請問一下你覺得香港音樂為何需要你呢 我覺得每一個音樂人提供的東西都不同 而我提供給大家的是一個 我的風格的經驗 無論是以後的表演 我也不希望以2D的形式出現 我希望是更加來看一個表演的時候 整個經驗 所以這是我覺得我可以提供給香港樂壇的一件事 很好啊 看來我們又是時候wrap up了 Let's go 各位小朋友準備好了沒有 到wrap up的時間了 準備3 2 1 好 英俊生活很麻煩 整天以為被人搶 其實認識女生最難 個個以為我貪玩 余澤仙是我習慣 英俊真的很麻煩 為什麼 為什麼 哈囉 哈囉 覺得通常我內鎖如何 我覺得很開心 然後我覺得他們的 energy level 太強 就是Jane Curious 她是Rap的 震撼 然後小龜就很可愛 我覺得很想摸她的頭 沒錯 接下來這個問題就是關於小龜 你覺得她可以在哪裡找到女朋友呢? 其實我覺得 又不需要太過去想 哪裡去找到女朋友 反而我經常都說 你要女朋友的話 通常你說你要一個公主 你是否皇子? 你要一個皇帝 你是否一個 queen 反而她也要想 為什麼我會沒有女朋友 我經常都說 為何不增加你自己 成為獎品 而當你慢慢進步 慢慢增加自己的時候 自然會有人 覺得你吸引 你就會找到你的本領 所以小龜應該要找水母 為什麼要找水? 因為她是貴 我不是很怕 好了 對不起 我錯了 拜拜 多謝 拜拜 拜拜 拜拜